1925年 在教育部做官的鲁迅 突然被给予免职处分 不服气的鲁迅 决定跟自己的单位打官司 教育部总长张世昭 对鲁迅的起诉理由逐条反驳 他指责鲁迅身为公务员 却公然违法抗令 并认为鲁迅受到免职处分 一点都不冤 那么鲁迅究竟做了 哪些违法抗令的事情 他想通过诉讼官赴原职 挽回声誉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大 系列节目鲁迅状告教育部 特邀华东理工大学秦涛 为您讲述针锋相对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鲁迅被教育总长张世昭 给予了免职处分 鲁迅不服 就到民国的平证院 把教育部给告下了 平证院在受理了案件之后 那么张世昭呢 他会不会去应诉呢 其实啊 要说他不去应诉也挺正常的 为什么这么讲 咱们根据实际情况想想 第一个原因 这个张世昭他是个全臣 民国当时总共就十个部啊 张世昭身兼 司法部和教育部 这两部的总长 咱们前面也讲过 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临时执政段祺锐 那是很信任张世昭的 另外呢 据我们所知 司法部肯定是和平证院 他有工作上的关联性 所以我们说张世昭 他是完全有能力 干预司法权威 对抗司法权威的 第二个原因呢 当时的国家法治环境 应该说是很差的 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当时就是个人质国家 鲁迅打官司的这个年代 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国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的 法治环境也非常恶劣 在那个官场之上啊 谁有拳头 谁有大洋 谁说话算数 所以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下 想找一个说理的地方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那么既然张世昭呢 他有能力对抗平证院的司法权威 他有没有这么做呢 他就没有这么做 他是老老实实地写好了打便状 去平证院应诉 那么我们说张世昭 这么一个两部总长 怎么如此之与众不同呢 咱们要从他的人生经历看 张世昭呢是湖南长沙人 他和鲁迅同岁 在1920年啊 鲁迅去日本的时候呢 张世昭呢刚刚好到这个南京 录师学堂学军事 他刚上学上了一年啊 他就被上海的一个很有名的刊物 苏豹 选为了主笔 这个苏豹这个刊物啊 就是革命党宣传反清政府的 这么一个宣传阵地 张世昭呢发表了大量的反清排满的这种言论 他凭借自己的这个生花妙笔啊 很快他就名动天下了 1903年呢 苏豹呢被清政府查封了 在这之后呢 张世昭啊一发不可收拾 他不仅用笔墨反清啊 还一起和黄兴呢 创办了华兴会 哎和前面我们说的光复会啊 一起都是什么 以武装暴动的方式啊 反抗清政府的统治 后来呢 张世昭他虽然被捕了 但是呢 在革命统治的营救下 他也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他觉得国内是不安全的 那么1905年呢 张世昭也流亡了日本 到了日本之后啊 他思想上 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呢 他是个非常极端的革命者 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呢 他看到了 这个日本明治维新之后 这样一种什么呢 像欧美列强学习的 这样一种现代化发展路径 他就把原来的想法 他就放弃了 主张啊 这个旧国啊 不能只靠热情 搞暴力革命 得有学识才能办实事 所以呢 张世昭呢 在日本正责英语学校 他努力学习英语 为以后呢 去欧美啊 发达国家学习 做准备 1907年呢 张世昭如愿 来到了英国 和他的未婚妻啊 在爱丁堡大学 苦读了三年 除了系统的学习了这个 政治学 经济学 他还仔细观察了英国的 政治法律制度啊 他具体是如何运转的 所以对于什么是法治 对于这一类的建设国家法治的问题啊 张世昭都是有自己独套见解的 他认为 司法平等 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那么 以权压法这种事 张世昭本人是极为反对的 他非常尊重法律 所以呢 他会选择去评证院应诉的 针对鲁迅在起诉状中啊 提到的三个问题啊 张世昭呢 代表教育部在答辩内啊 分别予以了回应 问题一 无故免职问题 来 鲁迅说张世昭 免他的职务是无故免职 张世昭是怎么回答的呢 说我们教育部决定停办 国立女子师范大学 决定了之后呢 我要派人员到国立女子师范大学 去接收这个学校 结果一进学校 发现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科长周树人 正在学校里面呢 和学生一起盘踞校舍 公开反抗教育部的这个政令 那么你周树人作为教育部的公务员 你怎么能这么干呢 他明显违反了公务员的中勤义务 那么中什么是中 你中时于你所服务的国家机关 你叫中 现在教育部要停办 你要维持 你这个中吗 所以教育部可以认定 什么 你就是违反法律了 违反教育部的命令了 那么张世昭如何解释第二个问题的呢 鲁迅说张世昭违反程序 那么张世昭他说 当时女师大的这个风潮啊 越演越烈 那形势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作为我啊 这个教育总长不能采取断燃措施 恐怕不稳定现象就会加重 所以呢 我呢 以总长的身份呢 采取了断燃措施 紧急处分 那么既然是紧急处分嘛 那就没有按程序来 第三日期到田 张世昭是这么解释的 时因此项免职事件 情出非常 我十二日提交 断职证当天批准 但存档发表不是在十二号 所以呢 无所谓道田不道田的 而且当时情势急迫 本总长应有权 请此项非常处分 周书人不得引为口实 按照教育总长张世昭的说法 对鲁迅做免职处分 证据确凿并无不当 但鲁迅对免职处分 却并不信服 双方的最大分歧 在于鲁迅到底有没有 违抗教育部政令 那么鲁迅在女子师范大学 做兼职教师期间 究竟干了什么 他又是怎么当上 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的呢 系列节目 鲁迅状告教育部 特邀华东理工大学秦涛 继续为您讲述 针锋相对 那么这个案件事实 到底是怎么样呢 鲁迅到底做没做 免职含上指出的那些事情呢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要从头细讲 咱们前面讲过 早在1920年的时候 教育部就开始拖欠公务员工资 那么鲁迅虽然挣得多啊 但是家里开销也大 他的母亲 他的妻子都住在北京 那么呢 鲁迅为了解决这个经济 窘迫的这个现状呢 就找了几所大学 去做兼职教师 以此呢 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这个其中就包括了 国立女子师范大学 那么到了1922年啊 鲁迅的好友 许寿长先生 被任命为 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 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讲 他这个好朋友 作为了校长嘛 那鲁迅当然是很开心的 但是呢 许寿长这个校长 做得并不轻松 加上许寿长 自己也对教育总长不满 上面的教育总长 他不高兴 下面的呢 又有学生和老师 不停地攻击他 他中间加班气 他不愿意受了 于是他就提出了辞职 但是校长位置空下来 总有人坐 谁坐呢 女师大英文系 有一个教师叫杨阴瑜 他趁这个机会啊 就向当局啊 靠拢 于是呢 他就被北洋政府啊 任命为女师大校长 大家想想 这个鲁迅啊 心里舒服得了吗 我们知道 疑心生暗鬼 这个杨阴瑜啊 是许寿长辞职后的 最大受益人 那是不是杨阴瑜倒的鬼 把许寿长逼走的呢 如果真是这样 那鲁迅对杨阴瑜 当然是非常反感的 那么杨阴瑜是什么样的人啊 杨阴瑜啊 1884年出生在 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 他家里面 名人是非常多的 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他的侄女杨将先生 那么仅就求学而言啊 杨阴瑜啊 称得上是 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的典范 1907年 他呢 获得了官费留日的这个机会 到1913年 他从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毕业回国了 回国后呢 他的工作很好找 我们说民国建立后啊 女校多起来了 所以呢 他一回来就在苏州 一个女中做了教育长 仅仅一年时间啊 他就调到了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被任命为 学监兼讲习科主任 1918年 民国教育部 第一次啊 选教师去美国进修 他就榜上有名 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教育学专业 那么从美国回国之后呢 他又在国立女子师范大学 英文系当教师 这么一份辉煌的求学履历啊 摆在这里 我们说杨阴瑜 他能当上大学校长 还真不是完全靠运气 那么杨阴瑜呢 在女师大担任校长的时候 他到底做了什么 最后引发如此激烈的冲突呢 简单的说啊 杨阴瑜啊 他这个人工作方式 比较简单粗暴 教育理念呢 不太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最终呢 他升班硬套西方的 这样一种教育理念 管理学生 引发了这么一个激烈的冲突 咱们看一下 他是怎么制校的 在1924年2月啊 杨阴瑜呢 取代了许寿长 成为了校长 他一上台啊 就铁腕制校 显出一个女强人的 这样一个本色 我们知道啊 凡是大学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扎堆的地方 这些个教师啊 都是有大学问的人 所以他们认为呢 杨校长对待自己 总是这么强势 说一不二的 这个很不尊重人 于是呢 大家纷纷受不了就不干了 就都辞职了 看着周围的这些同事 纷纷辞职 这个鲁迅先生呢 他是早因为许寿长的 这个离职啊 对杨阴瑜看不顺眼了 那于是呢 他在1924年 这年的八月份 他也说不干了 辞职了 当时呢 学生们啊 是极力恳求鲁迅啊 说你不要辞职 后来呢 杨阴瑜呢 作为大学校长 对吧 你不管内心 认不认可鲁迅 你总是要挽留的嘛 那鲁迅呢 才勉强统议续聘 虽然呢 杨阴瑜啊 暂时妥协了 但大家想想 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得多难呢 杨阴瑜啊 他与学校师生之间的冲突 继续升级 他认为呢 教育要强调学风和秩序 从今天的这个角度看 杨阴瑜这个观点 一点错都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 学生的本质工作 就是好好学习 所以学风一定要好 学生学习好了 有专业特长了 你到社会去 你才能为社会做贡献 才能建设国家 但是啊 他忽略了一个当时的社会大背景 也就是说什么呢 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当时中国是一个 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一个国家 学生上街游行 搞政治运动啊 那也是爱国的表现 可是杨阴瑜呢 往往不分青红皂白 认为这些学生啊 不仅学风不正 还不遵守纪律 他就用压制的方式 那么这使得呢 他与进步教师和爱国学生之间的矛盾 就越来越深 在一九二四年啊 杨阴瑜对一件事情处置失当 导致呢 女师大爆发了导阳风潮 学生啊 干脆就不认他做校长了 要轰他下台 什么事儿把学生激怒了呢 事情是这样的 在一九二四年的秋天 女师大开学了 这个杨校长一看 怎么这么多学生没来上学呢 他就很生气 是什么情况呢 主要是在这一年八月啊 浙江都军卢永祥和江苏都军旗械员 两个人呢开战了 军阀在打仗 正好那一年 中国的南方发大水 再加上交通不便 没有今天的动车飞机 那个时候啊 行路是很难的 大家想想 如果您是学生的家长 会让自己的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从江南 往北京去返校上学吗 所以很多江浙一带的学生啊 迟到了整整两个月才报到 那么杨阴瑜呢 他不分青红皂白 认为你们这些人目无效忌 一定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所以呢 他就对国文系的三名学生啊 给予了劝队处分 哎 这就怪了 不是说很多学生吃到吗 怎么只处分了三名学生呢 那么 因为什么呢 因为杨阴瑜啊 认为是这三名学生啊 不听话 老是去搞学生运动 不好好学习 其他人呢 听话的 所以呢 杨阴瑜啊 他就不追究听话的了 这下学生们不干了 你这个处分本来就不合理 现在呢 又发生了极其不公正的这种现象 那学生就开始了驱阳运动 要把杨校长啊 赶出女师大 在1925年1月18日 女师大自治会啊 向杨阴瑜提交了一份宣言 这个宣言说啊 从忌日起 我们不再任你做校长了 同时这份宣言啊 也通过鲁迅这些教师啊 交给教育部了 学生们 同时要求教育部啊 给我们换人 换校长 当时的教育总长 他没到任 负责日常部务的呢 是次长马旭伦 这个马旭伦呢 他是比较同情学生的 他呀答应了 他说换校长是可以的 但是派谁去 那得教育部确定 你们学生不能点 那学生一看 反正换掉杨阴瑜嘛 这个目的达到了 学生们也就不闹了 结果到了1925年4月啊 段祺瑞呢 任命司法总长张世昭 兼任教育总长 那张世昭呢 作为一把手 到了教育部之后啊 他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杨阴瑜 所以最后教育部又不同意换校长了 学生这一听就不干了 你这个民国教育部怎么说话出尔反尔呢 所以学生又开始闹学潮 这一次啊 杨阴瑜呢 他有了总长的这个支持 他对学生态度啊 就非常强硬 学生闹得凶 杨阴瑜呢 也很强硬 所以这个冲突立即就升级了 就这样 双方都不愿让步 后来女师大的学潮欲演欲烈 教育总长张世昭 由于支持杨阴瑜强硬打压学生 没成想却引火烧身 而鲁迅因为同情帮助学生 却招来免职处分 被炒了鱿鱼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导致女师大学潮走向了失控状态呢 系列节目鲁迅状告教育部 特邀华东理工大学秦涛 继续为您讲述 针锋相对 那么这个冲突 到底升级成什么样呢 我们具体讲一下 到1925年的5月7日 正好是民国的国耻日十周年 这个十周年纪念 那么1915年5月7号 日本逼迫中华民国签21条 袁世凯在无奈之下是签了 但是中国政府不甘心 于是就宣布 1915年5月7日是国耻日 那到1925年正好是十周年 在这一天呢 杨阴瑜接到教育部的命令 说呀 不要让学生们上街闹事 这个杨阴瑜呢 也足够聪明 他在学校里面啊 整理出来一个会场 让学生们呢 在这个校内会场集会 一方面呢 完成教育部给他的任务 学生没有上街闹事 另外一方面呢 也满足了学生的 爱国情绪的这种需求 那么杨阴瑜这么做 也有自己的考虑 他想通过这个行为告诉学生 我仍然要主持这个会议 我为什么主持 我是你们的校长 结果没想到啊 杨阴瑜一进会场 学生们都虚他 这个虚声一片 当时杨阴瑜气得够呛 就要叫警察 学生们根本没有人理他 把他赶出了会场 大家想想 一个这么高学历的 这个女性知识分子 被学生羞辱成这个样子 又是赶他 又是虚他 对不对 他岂能善罢甘休啊 过了两天 杨阴瑜宣布开除六名学生 这个其中啊 我们都耳熟能详的 刘和珍 鲁迅的 后来的夫人徐广平 都是这六人其中的 那么这下学生一看 你还敢开除我们 干脆学生也闹起来了 学生呢 在1925年5月11号 直接封锁了校长办公室 就不让他进办公室 然后在大门口贴了一个宣言 这个宣传口号是怎么说的呢 题目是 行义杨阴瑜 下面的内容啊 就更难听了 杨阴瑜先生注意 同仁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 请以人格为重 性物 善入校门 大家想想 堂堂一校执掌 受过这么高等教育的 女性高级知识分子 被自己的学生羞辱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丢人了 他马上啊 跟教务长薛培元说 把这六名学生 从学校的点名册上勾去 这下呢 学生呢 也不让这位教务长 进校了 看到女师大学潮越演越烈 鲁迅呢 没有袖手旁观 虽然学生们的行为啊 有些激进 但鲁迅更看不惯 杨阴瑜校长的做法 于是 在这场学生和校长的冲突当中啊 作为兼职教师的鲁迅 他始终是站在学生一方 为学生说话 然而呢 学校领导啊 都被学生赶走了 这个学校他没法正常运转了 所以呢 鲁迅就被推向了前台 那么 鲁迅在学校里面 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还让教育部的 总长张世昭 震怒不已呢 那么我们说啊 学校啊 要有人管 那么呢 学生们呢 和老师们 就组成了一个 维持会 来主持学校的日常事务 这样学校就维持下去了 一方面咱们有老师 有学生 老师呢 还监管一下行政 我们不要杨阴瑜啊 一样能好好地运转这个学校 这样一来呢 鲁迅呢 也就卷入到了这场纠纷中来 那么他到底有没有一起对抗教育部政令呢 在这场去洋运动中 他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鲁迅呢 我们前面讲了 他是全力支持学生 那么学生呢 也就是通过鲁迅呢 把自己的宣言呢 呈给教育部的 后来鲁迅啊 还自己亲自动笔啊 把学校的情况写成了一个材料说明 交给教育部 要求教育部换校长 把杨阴瑜啊 赶走 鲁迅做的还不止这些 他还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这种地位呢 对杨阴瑜啊 口诛笔伐 说啊 他是一个思想守旧的寡妇 他像一个旧社会的恶婆婆一样 迫害女学生 那么我们说 虽然鲁迅和学生在一起 声势浩大的驱扬 但是呢 杨阴瑜啊 他也不是好惹的 他后面啊 有张士钊的力挺 对于学生封锁校长办公室的行为 杨阴瑜的做法是 在1925年的8月1日 杨阴瑜亲率三四十名警察 进入了女师大 解散了闹学潮最严重的四个班 那学生不走怎么办呢 警察就采取殴打拖拉的手段 把学生拖走 后来呢 他对学生进行断水断电 关闭食堂 用这种方式啊 把学生赶出学校 那么鲁迅文迅呢 马上到了学校 保护学生 面对杨阴瑜啊 和北京警察 鲁迅说 我是教师 我要保护我的学生 晚上呢 鲁迅还在学校里面 值夜班 为学生作证 并且啊 把这个情况啊 写下来 向教育部和社会各界反映 我们说 女师大的学潮啊 闹到这个份上 张世钊作为教育总长 他肯定是坐不住了 在1925年8月6号 张世钊呢 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 要停办女师大 国务会议当天就把这个决议啊 通过了 那我们说啊 张世钊停办女师大 那么杨阴瑜 他可是女师大校长 他不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 所以杨阴瑜呢 他是黯然离职 离开了北京 杨阴瑜辞职了 但是学生的运动啊 并没有到此截止 因为什么啊 大家想想 学生的目的是换校长 不是把学校给停掉了 那学生自己上学 学校如果停办了 学生和老师都受到欠来了 所以呢 这也是学生为什么 继续和教育部对抗的原因 张世钊一看啊 这个情况 马上啊 命令专门教育司的司长刘百昭 带着大量的武装人员 流氓 打手 还有三合老妈子 进入了女师大的校舍 把这个女师大的学生啊 强行啊 又拖出学校 结果刘百昭啊 到学校一看 自己教育部的同事周树人 在学校里面 那刘百昭呢 马上就把这个情况呢 向张世钊报告了 所以我们从这个案件的事实 可以看到 鲁迅呢 的的确确 是和学生一道 先驱养 后来呢 又跟教育部继续对抗 要维持这个女师大 那么这似乎啊 对鲁迅是很不利的 那么这个案件 以后发展 会有哪些曲折的变化呢 有哪些变化 是我们没有意想到的 那么鲁迅 最后赢没赢这场官司 在这个案件 最后结案之后啊 案件的三位当事人 鲁迅 杨阴瑜 张世钊 他们的命运啊 又受到这个案件 怎样的影响 有哪些变化 我们明天接着讲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再见 鲁迅通过打官司 赢了教育部 并官复原职 然而 鲁迅的胜诉 为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官复原职的他 又为何主动离职 而为什么说 鲁迅赢了官司 还收获了爱情 下期节目 华东理工大学秦涛 为您讲述 显中取胜